75 不一樣嗎? 同樣規模 隨便 隨便 一般常看一看這種圖形 你才看到這個感覺 做標準畫出來 我就覺得 喔 那就是連數學有關 對 跟數學有關 時間對X軸的圖形 所以我要畫一個線 這個時間在這個點 這個時間在這個點 這是一種表示方式 這個概念就是函數圖形 三項圖不太一樣 三項圖它不是在強調溫度跟壓力的關機 三項圖表明說我這個物質 在相同溫度 在某個溫度跟某個壓力之下 它的狀態 所以呢 我們就看喔 譬如說 假設你在講水 好 我給它一個壓力 假設是一大氣壓 一大氣壓的情況之下呢 它手都會結冰 零度C 零度C 所以零度C的時候會結冰 這一點就是出現了 好 我就畫一個點 這個點 這個點 表示那時候從 固態 從 液態變固態 好 什麼都會 變成水生器 100 100 OK 所以它100固C的時候呢 它會從液態變氣態 所以我們就分管 這是固態的 Face 固態 這是液態 這是氣態 是液態 液態 欸 有 我查液 都有人講 但是你查如果寫液體 它不會出現 直接出現 你還打液體 對對對 好 所以基本上三個點 出現對不對 好了 那我問各位喔 問各位喔 假設我的壓力變小了 我結冰的那個點 會高於零度還是低於零度 壓力變小 低於零度 還是高於零度 低於零度 為什麼你覺得低於零度 因為它的肺腿會變低 肺腿會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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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腿會增發 對不對 然後 壓力變小 固態呢 是容易變固態 還是不容易變固態 不容易 不容易 因為溫度是變高 還是變低 變低 更低 就是更低溫 它才會變固態 對 同意 不同意 想想看 可能會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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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容易變成固態的話 如果它不容易變成固態 如果它不容易變成固態 它不容易變成固態 它不容易變成固態 為什麼 不讓我擦 不讓我擦 因為它不容易變成固態 欸 我想到其他人可以點不到 水 三 下 五 之後再到那一段遮혁 如果它不夠低的話 它那不夠 壓力更低的 就是 壓力很低喔 分子跟分子之間 距離會有差一點 壓力變小的時候呢 壓力變小的時候 分子跟分子之間的運動 它的空間會變大 對不對 空間會變大 對 所以它有更低 會讓它更靠在一起跳的話 就會很平常 OK 所以更難對不對 對 好 那壓力比較低 為什麼比較容易氣化 因為分子之間的空間可以大 所以一下子可以走 對 它就是往前一靠 對 所以這個點子可以一直承認 對不對 對 好 那 為什麼在身上不容易煮開起來 不容易煮開起來 我的壓力變低了 不是不容易煮開起來 很容易煮開起來 不容易到100度 不容易到100度 很容易煮開 但是煮開的時候 度程只有70度或80度 這時候你要把米煮熟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在身上煮 那這時候你要怎麼處理 如果在身上要加壓 要加壓嘛 要靠那些蓋子 要靠那些蓋子 要靠壓力 你靠壓力提升 你看壓力提升 我的溫度就會靠了 我就靠了 我的肺點溫度就會靠過去了 就不要弄到100度 所以甚至家裡面煮飯 如果用壓力多煮 會比較鈍爛 為什麼 因為壓力又提升了 你可能想得知 這條線應該是這個樣子 向上延伸的 所以當我壓力又提升了 我被點就往這邊靠了 被點往那邊靠的時候 我的溫度更熱 我更能把肉煮開 好 那把這線連起來 像這條線是這樣子 給我手 給我手 大概這樣 這條線還可以去往下做 所以就是壓力到一定的程度 他一向就從股體接不進 對 這條線是生活 乾冰是這樣子 那邊不用再低壓 那是乾冰的特性 但是你是水的時候 他就非常低壓 才可以看他生活 他大概多少低壓 他大概在 0.05A 沒有負的 沒有負的壓力 什麼叫負的壓力 就是蠻多壓力 給他壓力 蛤 壓力 什麼是壓力的定義 就是 每平方都分 上面多少都分 對 所以壓力很負的 不是真的 每平方都分 你要給他 你說什麼 每平方都分 像譬如你很大氣壓力 喔 那大氣壓力 從上面有很多氣體壓力 你最多最多 最小最小最小 會到什麼程度 上面換壓力 那大氣壓力多少 0 0啊 或者是你壓大氣壓力 蛤 你去壓大氣了 啊 我去壓大氣 你講 所以你講到那邊壓力的方向 比如說 假設我在 我在外太溝 我的 我的 太空衣裡面有壓力 這裡說 這個太空衣所承受的壓力是 平面向外面 當我把太空衣拿去海裡面穿的時候 我感受壓力從外面對裡面 好 是這兩隻方向來 但是我們講到氣壓的時候 氣壓會不會有負的 你要做實驗 在這邊要做實驗 這個 這是一個硬殼喔 我做實驗是硬殼嘛 才把氣抽出來 會不會抽到裡面的大氣壓力是負的 頂多抽到0嘛 對不對 頂多抽到0 所以 當你在這個 很小很小的大氣壓力之下呢 我們的 水 可以直接從固體變氣 修理說 抽真空大氣壓力點少 抽真空大氣壓力 當然這樣 不是真的假 為什麼這樣 因為 那個 那裡面沒有東西了 就外面的東西 就是 就像是 有大氣 那裡面有空氣 可以支撐住他人的 他的形狀 然後 外面的空氣 就是跟裡面的空氣 那有推的比較一樣 他就 這是正常的情況這樣 那裡面沒有空氣 那是正常的情況這樣 沒有裡面 往外推的力道之後 外面都會想好 往前推進去 所以就好緊 好 這樣 我先 這是一個罐子 不是指他扁掉了 對他扁掉了 所以他覺得他壓力方面 沒有什麼 我以為是馬的寶飯球 那壓力是增加的 不然他怎麼會拿 拉蓋 馬了寶飯球 沒有 他不是抽真空嗎 裡面抽真空之後 是誰壓誰 問我會拉 是誰在拉誰 那個裡面的那兩片嗎 不是啦 這空氣還要壓這個 壓這個半球 空氣在壓他 這是大氣壓力的關係 是 大氣壓力在壓這一邊的外面 可是如果有隻馬蟻在裡面 可是馬蟻會覺得裡面是沒有壓力的 或是突然整個身體強要膨脹 還要脹開了 知道意思嗎 馬了寶飯球 把裡面抽真空的時候 為什麼要巴迪馬才能把它拉開 因為巴迪馬是要對抗 氣去壓在那個球的外面 或是裡面喔 裡面的自己是沒有壓力的 可是當我打個洞進去的時候呢 為什麼 打開了 壓力就進去了 對 壓力就進去了 我每個對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對一個壓力要抵消 所以基本上這邊壓力是0 我沒有力的 對 我壓力差是0的 可是沒有真空的時候 是抽真空的時候 我壓力差是一大氣壓 我就必須很大力拉開 對 因為你剛剛講說 抽真空之後壓力變大 事實上你講的是 哪邊的壓力變大 應該是說 這個馬的寶飯球的 外 內外壓力差變不大 不是壓力變大 是壓力差變大 對不對 壓力差變了多少 提變了一大氣壓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把這個口打開之後呢 氣傳不去 壓力差變成0 壓力差變成0的時候 我這邊施的力跟這邊施的力是一樣的 我拉開就怎麼能拉開 對 好 那這個地方 這就是三項組的概念 那三項組的概念 三項組要怎麼用 事實上基本上每個物質 都有特殊的三項組 基本上三項組沒有重複的 所以你去做實驗 假如像剛剛一個規側物質 我們拿去做實驗 你把它三項組畫出來 你得到了就知道 你去背上你已經做過實驗的三項組 你能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水的水的三項組 酒精的水的三項組 酒精的水的三項組 半氧化的半氧化的三項組 對 那 那這個點是什麼 神華 什麼東西都在一起 這條線是什麼 去變成氣體 所以這條線呢 簡單來講這條線叫做 兩項共存的界線 什麼時候兩項共存 什麼時候兩項共存 就是一太跟七太同時都混在的時候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可能是像是 像是 電鍋裡面在煮 在煮飯的時候呢 裡面的部隊越高越來越高 然後那個水在氣化 你看水的表面 水的表面喔 水的表面那個 那個有點模糊的那個界線 就是這條線的意思 一氣共存的界線 什麼叫做故意共存 故意共存 故意共存 所以我們在做實驗 冰塊 冰塊 已經在 融化 然後 水又在凝固 因為是凝固嘛 它也可以凝固 所以融化凝固 融化凝固 我們現在如果說假設 我們在那裡有做實驗 有仔細去看 冰塊的表面的時候 它表面會變成模糊不清 因為它同時間在融化 同時間在凝固 就變成模糊不清的時候 這時候呢 這條線叫做故意共存 好 那這個點是什麼 故意共存 對 就是三樣點 就是故意共存 三個都在一起 就同時間呢 同時間你可以在那裡撒那 你有的時候 它故意共存變氣體 有時候故意共存變異體 異體變氣體 氣體變故意 它是同時間存在 在做交互作用 我們把乾冰放在水裡 去看它這個界線 還是他就覺得故意共存 乾冰放在水裡 因為它的壓力太 對他來講 壓力太低 一大氣壓對乾冰來講 壓力太低 所以它還在這個地方 還在這個地方 對乾冰來講 他在這個地方 乾冰 除非說你壓力很大 或是溫度很低 溫度很低 壓力再大一點的話 它可以上到這一區 你就可以看到 不幾個液體 所以你要看到的是 液態乾冰 液態二氧化碳 所以你壓力要變很大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 是解釋很多事情 之後 再來 我們剛剛講一個是 山上 山上的壓力低的時候 活的肺點變小 這解釋 活的山上主軸 主動 主的手 所以山上主軸 其實它是還蠻有用的 在解釋一個物體的現象的時候 Oke 山上的靈驗 這裡面有靈驗 所以我們要用7顆 好 那就要做 好 我們確定一下吧 確定一下吧 你還沒人 好 好 嗯 OK 這也可以 這個